台北市前议员林颖梦涉嫌诈领助理费 台北地院昨天下午开庭 原先林颖梦的聚保人前夫林先生 因为两人感情生变 申请退还前年聚保保释金 法官因此当庭裁定 要林颖梦在晚上十点前 缴出一百万元的保释金 否则将被积压 在五个小时内 林颖梦的妹妹跟律师凑齐了一百万 林颖梦离开地检署的时候 眼眶泛红不发疑 申请疲倦眼眶泛红 台北市前议员林颖梦 在律师与妹妹的陪同下 离开台北地检署 全程不发抑郁 林颖梦遭控诈领助理费 2022年以一百万元交保 台北地院23号下午开庭 林颖梦原本一派轻松 但却突然被法官告知 当时聚保人申请退保 他必须在晚间十点前 交出一百万元 否则就要被击押 据了解林颖梦原先的聚保人 姓名银行寿东林姓男子 他替林颖梦办保时 还是男友身份 只是两人先是低调结婚 又因感情生变 巧巧签字离婚 没了婚约 林姓男子向法官申请退保获准 突然自己要交出一百万 林颖梦撒坏 认为时间太过紧凑 希望能够有替代方案 不过法官不理会 林颖梦的律师与妹妹 五小时内凑满一百万 快速帮林颖梦办保 林颖梦2018年当选台北市议员 因为甜美外形被称甜心议员 但后续遭控诈领助理费26万 2022年8月遭到起诉 竞选连任也失利 如今案件持续审理 却意外让这段密婚 又离婚的私领域曝了光 借动和报道